聂孙 快说 荣亲王府到底贪了多少银子 祖父 为何好端端的 问这个 今日 你跟陛下的这番话 虽然满嘴都是治国强国四个大字 但老夫仔细一想 左右揣测 这才听出来 你满嘴都是虚无缥缈 用你们资本家的话来说 满篇都是话大饼 老夫就在想 这是为何 因为你心虚 因为你在给自己留后路 结合最近发生的事 唯一的可能就是超荣亲王的家 你拿了 并且拿了不少 你怕女帝发现 所以拼命展现自己的本事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祖父 荣亲王府 算上银店和金店 还有各类字画 御史总价值一百五十九万七千八百零三两 一百五十九万七千八百零三两 这么多 那你从中拿了多少 倒也不多 孙儿和李统领将其抹了一个零 两人抹了七千多两 这倒也不多 当今陛下并非眼中容不得沙子的帝王 就算知道 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对 非常不对 区区几千两 你置于图龙树 置国之策其出 难道你抹的是七万多两 孙儿抹的不是七千两 也不是七万多两 而是前面的一 什么 你这聂孙 抹的尽是一百万两 你和宫中李统领 一人五十万两吗 是的 祖父 老夫打了一辈子的仗 到头来还没有你抹的多 银子在哪呢 李统领送了孩儿一个小院 在长安东透的院子地里 银钱和字画都埋进去了 给老夫一个理由 否则 孙儿本来想浅长几指 弄个几千两给女帝 营造一波贪财的弱点 但孙儿万万没想到 女帝派来的李龙统领 竟然多年不贪 只为这一波 当时全在一念之间 若不拿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要么孙儿弄死李统领 要么李统领弄死孙儿 若拿这五十万两 对孙儿乃至整个定国功夫 也能多一条路 但这件事的确是个麻烦 原来你做的一切 皆是为那五十万两擦屁股 你这是在防备女帝 风险和利润 是成正比的 肥皂等生意 皆在女帝眼皮底下 孙儿可以通过手段 脸下一部分 但这蛮不过女帝 若要拿 几万两和几十万两的差距并不大 再加上孙儿学的是资本家 风浪越大于越贵 五十九万银两 陛下不会多想 也没道理彻查 自古狡兔死 走狗亨 上次给祖父的三侧 第一侧 中庸知道风险太大 就只剩第二侧 冲了女帝 还有第三侧 女帝不太好冲 这一点孙儿也没有太大把握 就只能为第三侧做一些准备 中庸知道 未尝不可 何必见走偏锋 祖父 孙儿看似有的选 其实已经没的选 自荣亲王 暗中设计 孙儿接下求闲照 就必须展露锋芒 这才能得女帝重用 除了荣亲王 解决一大危险 七国要不了 多久大便 孙儿逃不脱 只能紧跟女帝脚步 但半君如半虎 当今女帝绝非好人 孙儿能除掉荣亲王 一部分因为荣亲王狂妄 有不沉之心 另一部分则是女帝够狠 她身上已经具备千古一帝的特征 原味九转大肠之下 荣亲王压根没想到女帝会动手 虽说是孙儿献出的计 但孙儿不是好人没关系 但帝王不是好人 这就比较可怕了 此时高天龙沉默不语 但他久经朝堂 哪里不明白高下人的意思 自古以来 使用毒际者 没几人能有好下场 甚至落得一个五马分尸 满门超斩的下场 而高下人如此做 他是想将命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在这个担忧之下 又恰逢李龙这么一个人才 一念之差 便拿了五十万两银子 若不拿这五十万两 女帝一旦变脸 杀孙儿如杀鸡犬一般 若拿了五十万两 利益纠葛下 李龙和孙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纵然真的东窗事发 有今日的屠龙术 还有治国之策 军事和农业都需要孙儿 陛下也不会翻脸 若女帝没有杀孙儿的心思 那孙儿自是治国知能臣 但若女帝想绞兔死 走狗亨过河拆桥 屠龙术故可以卖于帝王家 成就一番霸业 但也能屠龙 祖父若觉得孙儿大逆不道 可大义灭亲 向陛下当众揭发 这五十万两白银 孙儿不会有丝毫怨言 高下人此时脸上满是认真 定国功夫给了他前世没有的温满 虽然有个孽父 但却不妨碍他喜欢这个家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 当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坑仇敌 护家人 这是她的为人准则 若女帝高举屠刀 牵连之下 人头滚滚 这是她绝不可接受的 事情不会到那么坏的地步 祖父为何有这般信心 一位老夫相信 你会拿下女帝 女帝对功臣也不会赶尽杀绝 这两条 但凡有一条发生 之后的事也就都不会发生 啊 敢问祖父 这第一条从何说起 因为你够帅 喵 祖父不愧是 大前第一其胜 其洞察力 观察力 令孙儿佩服 老夫话还没说完 还因为你够无耻 够毒了 你跟其国内的所有才子都不同 这是夸我 还是骂我 好了 老夫不逗你了 大前百官 英俊有才之人不少 逛阉之阁的更是数不胜数 但为何只有你逛青楼 女帝去管 更莫说九转大长 女帝日理万机 也轻去观看 这代表女帝纵然不喜欢你 但潜意识也对你有好感 再者来说 无耻 脸皮厚 胆大 能勾起女子的好奇 这本就是对女子的极大杀气 天下青年 唯有你的毒计 你的资本论 火药 能勾动女帝的情绪 能让女帝感到一阵神秘 其余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要知道 好奇本就是沦陷的第一步 啊 祖父你好像很懂的样子 论毒计 论人性 老夫不如你 但论感情 论朝局 十个你也不如老夫 如你所说 因为陛下男女帝 天下藩王不服 六国可能趁此时机挥兵前来 但更别忘了 女子为帝 还会有一个麻烦 五年 乃至十年 大前太子之位 怎么办 当今陛下会将大来的天下 还给书版兄弟 还是留给自己的后代 若留给自己后代 以无性过计 孩子的父族 必定要能压住天下藩王 文武百官 你小子毒计最多 再加上老夫说的理由 当是陛下的第一选择 有了孩子 自没有必要斩尽杀绝 哦 果然 姜还是老的辣 我只要把女帝肚子搞大 一切就都迎刃而解 但你多准备一条路 那也无妨 不行老夫就早死几年 老夫死后 管他洪水滔天 只是荣亲王府这件事 还有漏洞 那便是荣亲王还没死 陛下在用荣亲王钓鱼 但现在 长安余孽还未动手 行不上书雷云 也不知中间 陛下还在等 否则 狱内逼荣亲王自问 这件事也就结束了 你可有了办法 孙儿早已上奏 陛下这几日 就会故意透露 行不上书雷云 要逼死荣亲王 再由孙儿和上官大人 去牢狱试探一番 便知中间 最多五日 荣亲王必死 你心里有数就好 但你身子太弱 与老匹夫的祖传 秘药老夫给你要一药 另外 你要多加锻炼 每日以小腹下三寸 要半块砖锻炼锻炼 啊 祖父 这不必吧 女帝岂有那么好征服 百年之前 天下曾有一位奇人 没有别的本事 就是小腹下三寸 能转动头目车轮 就靠着这一点 混进了后宫 当了家太监 令那太后亲心 甚至不惜要杀自己的亲儿子 也要助他成就一番大业 前人之事 后人之师 此等经验 你不知借鉴一案 但若你不行 女帝又找了几个面首 那你纵反 夺了大千江山 以后使书也必将遭人指效 一臭万年 啊 大人 打出和打千一十年太平 宁不必每日前来 边疆哭闷 又者拱府 不如去情罗万万 哈哈 你小子 不好 嫡席 快把百里加急 坐穿长篮 娘的 这大楚是疯了吗 二公主 下令吧 过了平城 我军可一路南下 被誉为大千第一雄官的龙关手将反叛 龙关之后 大千一马平穿 我大楚一骑双马 完全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杀到长安脚下 哼 这次 就让我大楚给大千女帝一个天大的惊喜 我们还得多谢这大千女帝 若她不是女帝 大千方王又如何会跟我大楚交易 令那龙关手将反叛 又哪来此等天赐良机 大千女帝登基 此乃天在难逢之时 杀入大千 有无数的金银珠宝 有皮肤嫩的能掐出水的女人 你们 想要吗 给我杀 想截断苍蓝江和雅鲁藏不将的河流 令我大楚缺水 还真是一条歹毒的毒计 这次不将你高瞎人错骨扬灰 我楚青鸾不如一头撞死 这个高瞎人 他一个猜测 竟让这一神疑鬼草木皆兵 婉儿 陈仔 令翠星和你一道旨意 传指常宁帝七军 命他们前来长安拱卫 陛下 现在斥后起初 一应大前各大关卡严防 提高警惕的旨意也已下发 赵常宁帝七军前来长安 这事不是太过了 照朕说的做 朕总有很不好的预感 臣遵旨 陛下 赵令已经拟好 已经下发 但高原外郎这几日在干嘛 高原外郎这几日除了研发火药 就在家锻炼 但具体锻炼什么 臣不得而知 朕倒是没探出来 高瞎人竟还是喜欢锻炼之人 臣还听说定国公亲自去了 吕老将军的府上 之后去了药堂 配了一大包药 难道是定国公病了 臣派人去了药堂 特地问了问 这要是将盛壮阳的房子 定国公这个年龄应该不会吃 这不是给高侍郎 就是给高原外郎的 但臣觉得 多半是给高原外郎的 朕倒是没想到 堂堂大前第一毒誓 竟然应不起来 这倒是个令朕开心的消息 则则 这若是调养不过来 以后谁跟了高原外郎 那可就遭老罪了 陛下 这个话题 对臣来说 列威有些超纲了 那宋家退婚 正何正义 朕将你许配给高原外郎如何 陛下 怎么 不愿意 还是不喜欢 陈子姨也不知道 你最右陪在朕的身边 对朕而言 你我并非君臣 而是亲人 你的幸福 你自己决定 想好了告诉朕 但朕要提醒你 宋家的宋清清后悔了 吕家的吕友荣 那日朕看她 也对高侠人有点兴趣 朕倒是不看好宋清清 但这吕友荣 绝对是你的劲敌 她实在天赋异禀 陛下 高原外郎还在持墙肾壮凉的咬 她很有可能起不来 这是关人生大事 一生的幸福 臣再好好想想吧 臣多谢陛下圣恩 好吧 你若针对高侠人有好感 就不要天天冷折一张脸 没有男人喜欢一个冷脸的女人 多想想你的劲敌 臣知晓了 嗯 你去一趟定国公府 按照高侠人的计划行事 雷元若不入局 便除掉戎亲王 若入局 便一网打劲 臣这就去办 雷大人 王爷对你怎么样 你心中清楚 现在那女帝国和差小 海除高侠人小儿和尚冠板 而前去牢狱 王爷和世子定有性命之为 大人还要继续折服吗 女帝派人前去天牢 这等秘密之事 她为何要特地派人知会本官一生 这摆明就是给本官下套 这就是一个阳谋 本官若出手 你我皆要被横扫 若不出手 王爷和世子性命不保 这是逼本官啊 这不像是武招的手段 刀向那高侠人的手段 高侠人 你可真阴险啊 若我此时杀了武护卫灭口 朝中也有戎亲王的人 若真的戎亲王死了 不管是处死 还是自杀 我又毫无动作 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情也是一个死 拼了 召集人马 准备动手 嘿我的小可爱 再看 全都给本官拖出去烟了 这是哪个活的来了天牢啊 这是丁国公府的高原外郎 大前地一和阎王 大家快逼烟 别人说烟那可能是说着玩的 但这和阎王开口 这是真可能烟啊 高大人 你自己起步来 你也不能这样吧 这多少有些不人道了 什么起步来啊 本官就是看天牢内的气氛太沉重 所以活跃活跃气氛 这也很合理吧 下人小儿 你竟然还敢来 高侠人 你不得好死 两个接下球 手下败将 也敢这样狂 李兄 去 将这两人给我淹了 高大人 本官这大刀是不是有点浪费 杀鸡验用瓷等大刀 嘿嘿嘿 无妨 本官这还有一把缺铁如泥的小刀 这应该就是朝中盛传的 那把专杀老幼的小刀吧 高大人 容亲王必定是皇亲国妻 这淹了多少有些过分 本官就下下容亲王 活跃活跃气氛 嘿嘿嘿 那女帝真要背负一个屠戮亲族的骂名 令天下人谩骂吗 王爷 本官要纠正一下 不是陛下要杀你 而是王爷你在狱内 反思自己犯下的罪孽 万般痛心和悔恨 因此自杀 已谢天下 并且还会留下一封血书 昭告天下 这份血书带到王爷死后 本官会派人 举王爷的血代劳 保准赶人肺腑 闻者伤心 见者流泪 陛下也会将王爷厚葬 瞎人小儿 你 王爷 我大前乃礼仪之邦 做人一定要奖品德 要有素质 这脏话 不符合王爷的气质 就不要讲了 我五龙龙马一生 难道真要死在这里吗 哈哈 本王有救了 瞎人小儿 牢房之内 空间狭小 没有那些郎脏的手段 本王定能坚持到手下杀来 你可别让本王出来 落在本王的手上了 否则你可就遭老罪了 王爷 你以为你为什么能活到现在 本公子和上官大人 又为何会来 这一切都是局 若今日无人来解天牢 王爷便是畏罪自杀 也谢天下 但现在结党淫私 勾结刑不上书 意图谋反的罪名便能定下了 高下人 五兆 你们这阴险狡诈之徒 你们这对君臣是真的狼狈为奸 畜生啊 大胆 胆敢对陛下不敬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丘之和 五兆十分 你八分 王爷 成王败寇 现在说还有何意义 你一百分 你罪不是东西 但就算只有本王一人 你们想杀本王 也得付出代价 你以为你涂了点蒙汉药 就想要道本王笑话 这次涂的不是蒙汉药 是贺鼎红 你这小子 本王下了地狱 必着你高家老祖宗 高老弟你就好那个 兵者鬼道也 出其不义 方是上上之策 李老哥 肃令禁军 平定反贼吧 免得夜长梦多 老弟且放心 这帮反贼插尺难逃 大哥 打不进去 这是女帝设的局 快撤吧 再不撤就没机会了 我亲爱的是贼 走 戴在你手上 本王虽逼曲到不行 但却不冤 但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下来陪本王 你这样的人 注定活不长久 待会儿 千万不可大意 这种级别的对手 一定要派人补刀 并且亲自盯着 左右心脏各一刀 本官看一些 离谱的话本小说 有的人心脏 还能长屁股上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屁股也来一下吧 高下人 你别太过分 你若敢如此侮辱本王 本王下地狱 一准你高家老祖宗 祖宗自有祖宗的福 上官大人 本官有点运血 便先回府了 这里交给我了 你身体比较虚 就先好好回府休息吧 还有以后不必叫的那么生疏 没外人的时候 也可以叫我婉儿 婉儿 看看腿 看腿改日吧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大公子 属下觉得 这上官大人看大公子的眼神 很有点不对劲 公子的强盛壮阳药 或许有用武之地了 是啊 有用武之地了 前面的好戏人 老头子眼瞎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你们能帮帮老头子吗 老头子就知道 你小子不会尊老敬优 阴险毒辣 但你秦下了容亲王 就必须跟老头子走 其阵保护大公子 金针 高下人 你跑不掉的 很快 我们就会再见的 大公子 此人是高手 看出来了 的确是高手 这么近的距离 我这一发袖剑 居然躲过去了 此手法和力道 不像是老子 像是一过容的江湖高手 此人手段高超 实力强大 但我却没有感受到杀意 并不像容亲王的人 要么是缠我的毒气 要么是缠我的身子 高大人 我听手下说 你在外遇到刺杀 便立刻来了 这容亲王余孽 当真可恶 我定奏明陛下 彻查长安 将这帮乱臣贼子一网打尽 这人虽冲着我来 但却不像要杀我 也不像容亲王的人 倒像江湖高手 江湖高手 他们敢对你出手 难道有什么深仇大恨 从外有过长安内的敌人 除了容亲王 得罪的就那几个 难道是崔星河 宋礼 若真的是他们 陛下一定会给高大人一个交代 李统领 你亲自护送高大人回府吧 是 容亲王处理的怎么样了 按照你的方法 左右心脏各一刀 屁股也来累一下 我办事 你且放心 多谢李统领 一路护送 高老弟 四下无人 以你我的关系 何必这么客气 你且放心 这件事老兄定当给你个交代 若真是那崔星河 或是宋家 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这件事做得太招摇 不像是朝堂上的手段 李兄不必出手 那高老弟刚刚为何要跟上官大人这般说 自杀都已经发生了 自然要想办法捞点好处 以上官大人 传到陛下耳边 敲打敲打 宋家和崔家 引起陛下的警惕 哪怕他们真有对付我的心思 也得吸了 这是利益最大化 我服了 真的服了 高老弟真是好手段 什么 有江湖高手对虾而出手 是的 老国公 那人直奔大公子而来 手段干净利用 武功高强 能轻易击退我和陈孙 我不管他是谁 不管有什么身份 带着老夫的令牌 给老夫查 查遍整个厂难 我定国公府的人也敢斗 找死 查 给阵查 高瞎人涉及到大前的国运 现在竟然有人对他出手 让禁军四散出攻 一是对戎亲王一党云逆绞杀 捉拿刑部尚书雷云 二则是追查对高瞎人出手的凶手 另外把宋礼 崔星河都给阵叫过来 长安的这一夜 注定十分不平静 那武照一介女子 也配位帝 这天下 注定是要落在本王的手上 女帝算嗅觉灵敏 但这一切终究是无用功了 过了今日 大局已定 龙关距离长安 不过两三百里地 以大楚骑兵的速度 只要过了龙关 长安不过时代宰羔羊 只怕那女帝都反应不过来 本王倒是没想到 此次竟是大楚二公主 和楚国战神亲自领军 二公主真是经过不让虚美 吴王殿下 消息并未走漏吧 二公主放心 沿途报信的赤猴到了这 全都死了 长安到现在都并不知情 但那女帝嗅觉的确灵敏 多日前就派出赤猴 前来龙关 敏薛将军严防死守 小心嫡妻 还真让他猜到了 哦 那这女帝倒是有点本事 竟然感觉到了危机 薛将军和本王的关系无人知晓 这些赤猴也全都被打了回去 不过大军一处龙关 只怕就瞒不住了 哼 龙关距离长安不过几百里 期间一马平穿 我大楚早有准备 一骑双马 纵然知晓 那又如何 已经没有给他调兵遣将的时间了 哼 我要以大前女帝之险 祭我大楚绝魂 哈哈哈哈哈哈 本王已在城中备好了酒席 还请二公主入城 息息一番 冰桂神速 这一次骑袭 讲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易 讲的就是一个快 要快到那大前女帝反应不过来 快到长安意想不到 快到他们丢亏卸甲 更别说那长安还有着一个毒室 本公主不会给他调兵遣将的时间 以他一人之力 难以翻起什么风浪 哼 须知狮子薄兔 亦要全尽全力 更何况两军交战 本公主从不小瞧任何一个人 答应你的 我大楚会做到 入城 休养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后 随本公主马踏长安 建功立业 立不适之功勋 这天下江山 本就该是我五熊的 一介女子 也敢称帝 敢有鸿鸿之志 长安赤猴 可曾回来了 其作陛下 由长安派出的赤猴 除了奔赴边疆的赤猴 现已全都返回 沿途各观 一切正常 我大前兵抢马壮 边疆纵有战士 陛下倒也无需担心 今日之事 可威而不可安 可有而不可赫 非常之时 谨慎一点 倒也没错 高原外郎言之有理 各地赤猴继续寻查 如爱卿 刺客这么多天 还没扎到吗 陛下 那刺客乃江湖高手 还会一手艺荣书 暂未查到 还请陛下多给陈一些时间 你要多长的时间 十天还是半个月 还是一年 下一次 他若是要杀阵呢 陈之罪 陛下 这帮江湖中人靠着习武 藐视律法 一些高手 更是敢当街杀捕快 逃之夭夭 但靠着高超的武功 难以抓捕 现在还敢在长安公然 自杀高原外郎 陈觉得当想个办法 削弱他们 这帮恋武之人 的确太过大胆了 各位爱卿 可有妙计 陛下 恋武之人心中只有侠义 一字当头 有个人战力不俗 恐难以成见 若朝廷公然镇压 只怕会令他们心生不满 若是落草为寇 为祸一方 那就更加麻烦 那朕就这么算了 陛下 陈有一计 可一剑三雕 既能为臣解恨 又能替陛下解忧 只是需要陛下帮忙一二 什么妙计 陛下请看 这是陈这几日 在家中的立作 花费了陈大量的心血 我记得高瞎人 在胭脂阁内 跟我所说的毒计 什么女夫子 一不少年的成绩 并不理想 都过这么久了 我一直不敢找他问这事 想来这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高瞎人 这东西虽祸害了六国青少年 但也太容易反噬我大前 这断然不行 更何况这等场合 高爱卿拿给朕看 不太合适吧 陛下 您在说什么 陈这是武功秘笈 专门为了浙江湖高手 所射的毒计 能针对江湖高手 射下的毒计 什么武功秘笈这么厉害 葵花宝典 欲练此弓 必先自攻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毒计 刺杀臣的江湖中人 能一招击退臣的两大护卫 必是江湖高手 但凡是高手 那就抵挡不住 武林秘笈的诱惑 陛下可设局 先造势 将这葵花宝典 放入一块古墓之中 再炒作消息 诸如得此神功 可称霸武林成为第一高手 届时消息 传遍整个江湖 令武林高手 纷纷前去争抢 他们必会自相残杀 刺杀臣的人 实力超群 没道理不去争抢 等他争抢到了 这葵花宝典 就会面对选择 不自攻 那纵然练了 也没笑 怪不到秘笈身上 但若自攻了 那他就上了陈迪当 练武之人 大多不好女色 又每日锤练筋骨 对自己颇为狠辣 那挥刀自攻 也在理所当然之中 狠 太狠了 这一毒计 谈称一箭三标 亦能让江湖人士 自相残杀 小米对朝廷的威胁 二是可能 令此杀之人付出代价 三则令江湖高手 自此没有后代 要是之前生的孩子夭折 那就断了传承 此计真毒 不过正好喜欢 这高下人 太阴瑟了 静好我不是江湖高手 不然欲练此攻 必先自攻 想想都害怕 欲练此攻 必先自攻 江湖高手 能抗住这本葵花宝典的诱惑吗 大哥 不远处来淫了 骑着马 正在狂门 兄弟们 拦住此人 这人既能骑马前来 必不简单 将他抢了 纵然身上没有多少银子 光是一匹马 就能值不少钱 此树是我在 此路是我开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速速给爷爷爷停下 滚开 八百里紧机军请 当我这死 快让开 全都让开 大哥 这人只有一银 咱们十几个兄弟 杀他岂不是轻轻松松 只要做得干净 事后没有证据 纵严官府想查 也有心无力 证据 你叫大聪明 还真是无愧大聪明 这个外号 只有打击才需要证据 评判只需要圈定范围 八百里紧急传递金请 抢了他 你有几个脑袋够砍 只怕咱们黑风 债鸡蛋黄都要被摇散 秋银都要砍成两半 八百里加急 这定然是出了紧急金请 赶快换一身装扮入长安城 看看什么情况 陛下 紧急军情 我打迁阳庄一带 出现小谷楚国先锋军 后空有大军来袭 绝不可能 阳庄距离长安不过蓝百多里地 楚国大军要想到阳庄 除非龙冠失守 但龙冠城高强后 又有薛义带着一万天翼军阵守 纵使十万大军来攻 也难以攻破 你可知传递假军情的后果 大将军 属下也白思不得其解 但这君请千真万劝 要不是属下跑得快 早已成为楚军刀下亡魂 属下怎么死都可以 但军情如火 还请大将军 陛下诉诉决断 陛下 这定当是假情报 边疆若有战事 早就八百里加急送到了长安 更别说龙冠乃我大前第一巡冠 楚军若达到龙冠 我们应该早就得到了消息 更别说楚军现在已经大局过了龙冠 刀员外郎 这件事你怎么看 臣觉得此事是真的 楚国大军已经悄无声息的 过了龙冠 进入了我大前腹地 要不了几日 便会兵临城下 小子 这段无可能 除非那楚国大军是神兵天将 陡然出现在了龙冠后 否则我大前从边疆 再到龙冠 为何一点消息都没有传过来 这做何解释 大楚不需要神兵天将 只要龙冠薛义 通敌叛变 投降了楚国 他们就能悄无声息的过了龙冠 一旦薛义叛变 一切都会合理 当楚国大军从平城入我大前 要过我大前龙冠 同理边疆军情朝长安传递的时候 也避过龙冠 薛义扣下了情报 杀了边疆传信的将士 帮着楚国大军掩盖行踪 这也自然能够解释 楚国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过了龙冠 从当前局势来看 只有这一种可能 薛义叛变 龙冠失守 薛义乃我大前名将 他为何要反 这自然因为 楚国给的更多 但这一切都只是臣的猜测 只是这种可能性很大 并且算算消息传递的时间 若消息是真的 那大楚大军 已经朝着长安而来了 这消息瞒不住的 今日还会陆续有消息传来 但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陛下必须早做准备 高原外郎 你可有退敌之策 陛下 臣敢问长安 有多少大军 三万人 并且这三万人 只有一万人算是精锐 陛下 臣的建议是放弃长安 退往江南一带 等待时机 就连你都没有退敌之策吗 现在楚国大军的行踪 还有兵力都无法确定 但如此神速 甚至要骑袭 直奔长安 这必定大部分 都是精锐骑兵 陈保守估计 最低十万大军 若薛义真的叛敌 那他的一万天异军 也将为楚国所用 并且从利益的角度来看 陈还觉得 叛敌者不光只有薛义一人 要想和楚国合谋 他的体量还不太够 纵然真的楚国 拿下长安 薛义并无皇家血脉 难以坐稳江山 幕后应当还有人 如此来看 估计有十五万大军 飞水车薪 想要守住 等待援军到来 简直难如登天 高原外郎所言 言之有理 陈赞同赞必锋芒 当退守江南 现在说这一切还为时过早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搞清楚军情的真伪 大楚的兵力 难道而等就这般贪生怕死 来人将长安吃后 全都给阵派出去 一骑双马 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探查一切 另外 全面封锁消息 很快 早朝散了 报 长安东南方向 两百里以外 发现大谷楚国敌军 粗热国际十万人 还请陛下速速决断 报 八百里驾急 巫王反叹 三万大军和雏军会合 即日抵达长安 难道天要灭我大前吗 这一夜 哪怕是反应在慢点的百姓 也嗅到了风雨欲来的气息 长安一些消息 凌通的豪门 更是连夜收拾行李 等待城门打开 逃亡江南 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吗 一日之内 三到八百里加急 孙二估计 不但薛义叛变 大储最低十万大军 长安危矣 哼 这个薛义 老夫当初就该砍了他 祖父 现在说这些 已经没用了 今早赶快跑吧 敌众我寡 长安还这般空虚 大局已定 神仙难救 我们留的柴火在 不怕煤柴烧 只要孙二在 去了江南 纵然一贫如洗 孙二也有信心 混得风生水起 亦能匡富 定国功府荣耀 老夫会安排 府中金瑞护卫 送你出城 直奔江南 至于老夫 得留下来 薛义叛变 楚国数十万大军 不费吹灰之力 关了龙关 更可能有藩王叛乱 现在大局已定 祖父为何 要留在长安 白白送死 活着 不好吗 老夫一辈子 为了大前出生入死 是先帝给了老夫荣耀 给了定国功府荣耀 现在大前遭遇 前所未有的危机 老夫岂能够活 老夫又有几年可活 你为独氏 以某己为主 这对你而言 本就是最好的选择 若没有定国功府 没有大前 你将有一片 更广阔的天地 这对你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老夫 本就以马格果施 战死沙场为荣 这个归宿 对老夫来说是荣耀 是最好的结局 鱼不可及 聂绰 你来得正好 这是给你收拾的行李 你速速拿了 今早城门一开 便伙作带着长门和铃而走 赵大和尘盛会带着精力 护送你们下江南 这里面有金并石梅 另有一些值钱的金银珠宝 以我儿的本事 只要去了江南 为娘倒也不担心 另外为娘还给你写了一封信 也在里面 虽为娘和你外公关系不好 但毕竟是骨血关系 你去了江南 若是遇到危险 可带着这封信去找你外公 他会护住你 你们也不走 你也说 你再胡说些什么 陛下上要死战 臣子怎能后撤 我高峰一直自知能力一般 阴谋诡计一般 但中军爱国的这颗心却不一般 娘 你也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既是夫妻 共享了荣华富贵 又怎能大难临头各自飞 你爹不走 为娘自当生死相随 夫人 这话挺感动 但鸡狗多少有些不太合适 江南暖风罪人 美人遍地 你呢 兄长 你真是知道余地的软肋 并且朝着这软肋一阵猛攻啊 但是兄长 你有金是之才 我只是废物 跟着你只会给你添麻烦 再者来说 上次白嫖太过兴奋 因此一下点了十个 过程也挺丢人 现在个大坊间都说我不是男人 这次 我想男人一次 兄长 我绝对没有说你的意思 只是你的命 更有用 你能匡富定国功夫 这段时间 我苦心钻研 搞出了一种新药 有融化尸体之效 兄长带去江南 说不定有用 你这顽固 留在长安作善 给老副馆去江南 父亲大人 此言差矣 若是孩儿比爹娘晚死 还能给您和娘亲收收尸 老副长官呢 疯了 全都疯了 明知留下必死无疑 却还是这么愚蠢 退往江南 以后席卷而来 不好吗 你们都不走 都想为大钱埋葬 但我不想 我走 等等 父亲回心转意了 孽子 能否临走前 让老夫揍一顿 就一顿 让老夫过过手矣 如此 倒也无憾了 这辈子都恐怕揍不到了 疯了 全都疯了 都不走 都想中军爱国去送死 简直愚蠢至极 店家 来碗清汤面 等吃完这碗面 城门一开 我就立刻开跑 很快 一碗热气腾腾的面 送了上来 但里面却加了三个鸡蛋 店家 本公子说清汤面 清汤面 你听不懂话 还是说国难当头 就非要大发国难财 信不信本公子 将你的摊子 都掀翻了 公子误会了 这面不要钱 鸡蛋 也是免费送你 不要钱 为何 您是狗冤外劳 小民在美食打赛后 有幸见过狗打人 您的计策 男老汉 佩服不宜 男就是决定 您的命包鬼 吃包店 安全就打店 一若成功逃出去了 打钱 就会夺一份希望 但俺也没杀好东西 就连鸡蛋 也只剩三个了 大公子 吃光了闪闪海味 只怕不喝苦 您吃完以后 男也得回家避难了 高瞎人 下意识看向一侧 只见装着鸡蛋的篮子 已经空空如也 三个鸡蛋 已经是他的全部 爽滑的面条 配着土鸡蛋 入口极香 令他久久无言 足足数十秒后 高瞎人骤然起身 哼 面里有毒 大人 小民愿望 大人既然说有毒 怎么还给我银子 这是什么意思 公子 是不是走返了 那不是皇宫所在的方向吗 婉儿 长安的情况怎么样 陈已经尽力掩盖消息 但各大士家闻天动静 还是疯狂收拾行李 准备逃窜 楼以上且偷生 那又更何况使人 大敌当前 还探不到一丁点的希望 这本就是人性 高原外郎呢 既是毒室 以某己为主 昨日就让朕退守江南一带 今日只怕跑得最快吧 高原外郎天还未完全调 就朝着长安城门而去 估计再有半个时辰 城门一开 就出了长安城 直奔江南而去了 倒真无愧他的毒室之谜 眼瞧情况不对 跑得比谁都快 陛下 现在趁楚国大军还未杀来 陛下也速速点一只金锐前往江南吧 那楚国大军必定会派金锐骑兵前来追杀 越晚走就越危险 智乃大前天子 怎能给列祖列宗蒙羞 朕不然能一走了之 但长安几十万百姓如何走 他们跑得能有储君的骑兵快貌 朕可死 大前可亡 但这江山社稷 是先祖们用命打下来的 是大前无数将士 前不后继用鲜血换来的 智宁可当亡国之君 以身殉国 也绝不能如此窝囊 你现在可处攻 追赶高瞎人 有他在你身边 朕倒也安心 若此战能胜 天又我大前 朕再派人下江南 接你和高瞎人 若天不佑我大前 那楚国大军想啃下我大前 也要崩掉他的一嘴牙 陈不走 陈要和陛下一同迎接 这大前前所未有的危机 纵死 我上官晚而依然无悔 化 更一 上朝 情况紧急 正常话短说 大前行事危急 吴王和龙关守将须意勾结大楚 大楚数十万大军 已经悄无声息地摸进了我大前腹地 建置长安 最多三日之内 便会兵临城下 朝堂诸功 可有退兵之策 此时这个爆炸性消息已经说出 整个金丸殿就像是炸开了锅一般 文武百官的脸色 奇奇异变 此时高天龙甚至有些庆幸 幸好高瞎人走了 否则在这等大事面前 不过是多一具尸体罢了 这两个叛徒 他们最好别落在老夫的手上 否则老夫非得将他们的篮子都给捏爆 吴老将军 现在再说这些 已经毫无意义 现在的当务之旗是如何退兵 你久经沙场 可有性侵退地 臣觉得当下长安唯有死守等援军这一条路 起奏陛下 吴王和薛义勾结楚国 令楚国大军巧无声息地过了我大前第一雄关 眼下长安空虚 难以防守 老臣觉得当战略性后撤 所谓的战略性后撤 不过也是逃跑 只是说出来好听点 徐丞相可有高见 起奏陛下 臣知识卢大人的战略性后撤 臣复义 若朕不想走 朕非要跟储君打打呢 陛下不可 此举太过危险 圣贤有云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此乃大计 陛下若执意打这一仗 老臣只能一头撞死在这大殿之上 若能以无知血 令陛下及时行悟 此又何惧 这时的武照已经怒不可遏了 在他眼中 这就是逼宫了 什么狗屁战略性后撤 不过是如一条狗一样 被储君追杀 今日正义已决 固守长安 跟储君一决高下 妄议者斩 但就在这时 太监的声音响起 起奏陛下 户部员外郎高下人在殿外求见 一言落下 百官连带着武照都一阵吃惊 虽然高下人的官职不大 但却无一人敢想去 他的名声 全是一个个独计十打十传出来的 而高峰和高天龙 更是有些不敢置信 高下人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武照和上官娃 也是一脸诧异和震惊 但他们内心却不知为何 骤然燃起了一抹希望 就似乎只要高下人还在 大前就乱不了 陛下 户部员外郎有精士之才 妙计无数 易懂一些兵法 老陈觉得陛下 应当多听听高员外郎的建议 陈复义 传户部员外郎高下人入朝觐见 大殿外 高下人挺着身子 一步一步走着 这一刻 他周身仿佛有着一股说不出的霸气 其实他本身想跑的 只是那碗面 是压死他逃命响耍的最后一根稻草 并且上官娃还欠他一日 因此 在一众逃命 想要出城的公子阁中 他选择了逆流而上 他不想当英雄 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什么英雄 但现在的长安 需要一个英雄 高原外郎 朝廷百官金要阵战略性撤退 退往江南一带 这件事你怎么看 一寸山河一寸血 臣请陛下留守长安 自古以来 只有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计 此刻唯有死战 安能言详 一寸山河一寸血 唯有死战 安能言详 变脸这么快吗 昨天不是还说储君不可敌 长安内部空虚 当退往江南一带 暂避锋芒 这才是明智做法 今日就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计 要死战了 林老匹夫 你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只是这番话 实在太和老夫胃口了 感觉体内的血液都在沸腾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计 唯有死战 安能言详 哗哗哗 高瞎人 朕果然没看错你 如大人刚刚说的话 可还当真 高原外郎 你昨日可不是这么说的 退守江南 这固然是一条路 但本官昨晚 却辗转反侧 良心实在是过不去 长安有几十万的百姓 北方大帝 更有数以千万的百姓 一旦陛下退守江南 长安无异于拱手让人 甚至整个北方大帝 都会被储君 慢慢残食 储君残暴 动辄屠城 一旦让他们入了长安 届时满城百姓命运如何 整个北方大帝的百姓 该当如何 江南暖风罪人 朝廷诸公连带着陛下 都可想荣华富贵 但天下百姓怎么办 高瞎人不才 自读圣贤书时 便立下誓言 要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圣人之言啊 一旦传出去 天下文人都会追捧的圣人之言 就连志向也比我强 我还是跟他比不了 不过我还是不会放弃的 本相佩服高原外郎的志向 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长安内部空虚 各路援军最少要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 带储君数十万大军一到 如何守成 臣自有一些毒辣的妙计 足够楚国大军喝一壶 甚至是大破楚国十万大军 但请陛下 赐臣生杀大全 临时接管长安 陛下 高原外郎在兵法上 也颇有见识 非常知识 当用非常之策 请陛下安转 末将复议 臣也觉得可让高原外郎一事 好 从此刻开始 户部原外郎高瞎人 加封兵部尚书贤 统一指挥长安保卫战 令刺上方宝剑 上斩皇亲国旗 下斩奸宁 凡军命所到之处 朝廷六部 文武百官 包括镇在内 居民一体遵行 为令者 斩 一番话落下 百官全都震惊不已 加封兵部尚书贤 外加赐予生杀大全的上方宝剑 高瞎人可谓是一步登天 还好放权了 这要是还不放权 无论如何 我都要挖地道开跑了 高瞎人 现在满朝文武纪为你所用 你可以开始了 吴王和薛义反叛 大楚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长安杀来 他们的目的 就是杀长安一个措手不及 觉得长安空虚 可一举攻下 但这一点 他们断不可能百分百的肯定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但眼睛却是可以骗人的 两军对垒 志气为王 若长安城头将士少 则储军士气高涨 相反 若长安惊奇避天 人头攒动 储军则士气大幅度衰减 所以这第一季 就是虚实结合 壮大声势 以各种手段 营造出长安兵多将多 并非空虚的假象 两军交战 士气一股作气在而栓 三而减 此季不错 但长安代假之势 不过三万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这如何营造人头攒动的假象 这就涉及到第二季 也是此次守城的核心 长安百姓 说来听听 长安虽兵少 仅有三万多人 但长安百姓 却有几十上百万人 守城并非大军 直接冲杀 百姓亦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这几日可在城中散播谣言 宣称储军 已至长安城不远处 出城便死 而储军主将 乃当是人徒 破城即徒城 徒刀之下 人头滚滚 谣言三人成虎 只有毒死百姓的后路 破釜沉舟 方可激发 百姓心中的战意 届时 在以沙迪 给银钱为诱惑 甚至陛下 亲自出面号召 打出一同守护长安 守护共同家园的口号 百姓眼 瞧无路可退 必能激发爱国之心 转化为守城力量 只要能守住 大厨乃孤君深入 拖得时间越久 对我们就越有利 众人眸子一彩连连 这几条可行性很大 皆能壮大守城力量 高瞎人这玩弄人心 几乎是算准的一切 人若有退路 自不会拼命 但若是没有退路 这就不一样了 但光靠这还不够 巨大的兵力悬殊下 要想赢这一战 还需要借助一些外力 整个长安城内的铁匠 工匠都是宝贝 另外争掉长安城的美酒 黑糖 甚至是各大毛坑的粪便 也有大用 这次本官会手段齐出 让楚国大军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残忍 也请朝堂出公信本官一次 共度此次难关 高瞎人目光扫过百官 脸上露出一抹争鸣的笑容 这抹笑容 令百官胆寒 既无路可退 直接先桌子了 诸公 敌尽来袭 固然是一场针对我大前天大的危机 但长安有高原麦郎 有万般妙计 只要我大前上下一心 何俊纳楚国十几万大军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岂能畏畏缩缩 更何况大势将轻 这场危机 无人能独善其身 高瞎人乃老夫长孙 谋略兵法 诸公历历在目 老夫在此 不敢妄言长安一定能守住 但老夫敢保证 若长安城破 老夫定夺功夫满门 上下一百三十二人 必死在诸公前面 我等愿全力配合高大人守护长安 守护我们共同的家 敢问高大人 此次守城 有多少的把握 长安上下一心 以本官心中的手段 九成把握能守住 陈宁死不当王国之臣 愿听高大人调前 陈复义 陈复义 一个接一个官员站了出来 映入他们眼帘的 是那一张张饱含热血的面袍 他们一脸无畏 眼里燃起熊熊火焰 若有一次希望 谁愿意当王国之臣 谁又愿意当吴王和楚国的狗 被史书谩骂 他们心中的血还未凉 陈复义 陈也复义 一时间 吴昭笑了 高下人也笑了 一个国家的灭亡 绝不是君王被俘 山河破碎 而是这个国家的臣子和百姓骨头 硬不硬 若满朝畏畏缩缩 毫无血险 那百姓只会更加绝望 失了民心 纵然储君真要屠城 百姓也绝不会奋起反击 那就莫说烈士之下的反攻 纵然是优势 是时间问题 但只要民心和血性还在 那这一战就能打 吕老将军 落江在 从此刻开始 长安赤猴其出 遍布方圆百里 我大前必须要掌控储君的动向 另外 你派出一支大军 兼壁青野 将长安城外的落幕 滚石大肆收集 拿得了就都拿 拿不走就一把火烧了 绝不给楚国留下一丁半点 速度要快 军令一出 即刻封锁长安城 上到王公贵族 下到黎民百姓 不得放一人出城 若有违抗者 无论身份 一律杀无赦 并将大楚大军来袭的消息 传至民间 宣称楚国大军 已至长安周边 正在大肆屠杀我大前百姓 另外 按照计划形式 一边散播谣言 一边宣称 陛下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忌 鼓励我大前百姓 一同保卫长安 务必要动员长安百姓 伪装我大前城头 兵多匠广的假象 摸江旅阵 遵命 秦老将军 你带一支大军 巡查长安城 但有图谋不轨者 世家私下聚集者 可先斩后奏 另以正常价格 收购长安 各大九方的美酒 敢临时台价者 不必废话 力斩 秦政国领命 取向和公布上书 你们 一时间伴随着高下人 有条不紊的命运 整个大前 整个长安城 以一个无比恐怖的速度 运转起来 这一切 只为了争分夺秒 按照高大人的命令形式 务必将消息传遍长安城 是 出发 一时间 长安从朱雀大街 再到其他三十六街 传荡着假式的嘶吼声 随着这一道惊人消息 长安骤然陷入了 巨大的震惊之中 本来这两日的紧急军情 就让他们坠坠不安 甚至想要逃难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储君都打到长安城外了 万量 谁该怎么办 天仨地 我家孩子才刚一国月 才刚赖到这个死去 他不该造次一街啊 储君不但要攻城 还要屠城 屠刀之下 岂不是我们都要死 狗日的 莫说屠城 纵然不屠城 老子都要跟他们拼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 长安街道上 多了无数百姓 他们纷纷议论着 脸上闪过浓郁的宝剧 同时 百姓之中 也游走着一些人 传出一道道声音 我听说因为有无王的遮掩 所以储君一路藏区植入 沿路城池老惨了 全都被图了 无一例外 十四九空 储君就连八岁小孩都不放过 什么 八岁小孩都不放过 我大表哥三叔的二大爷是朝廷高官 他也说了 那储君十分残暴 为首的将领顿顿以鸡鸭生肉做食 陛下实在看不下去 不忍抛弃长安百姓 所以决定死战 什么 这帮储君砸碎 真是畜生啊 而这样带着挑拨的对话 在长安各大街头上演着 并且如高下人所预料的那般 谣言在推波助澜之下 越发恐怖 听说了吗 储君一路杀到长安 残暴不仁 就连三岁的小孩都不放过 那储君主将喜欢吃生肉 喝人血 十足的变态 真是畜生啊 三岁小孩都不放过 听说了吗 储君一路屠城 不但连三个月大的婴儿都不放过 那储君主将还顿顿以男子的 那啥下酒 否则就吃不下饭 什么 这真的假的 这还能有假 我二姐夫的小舅子的大舅公 就在宫内当差 他接耳听陛下说的 我偷偷告诉你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了 放心 我嘴巴出了名的言 我跟你说 储君一路屠城 不但连三天大的婴儿都不放过 那储君主将还顿顿以男子的 那啥下酒 否则就吃不下饭 什么 这真的假的 这还能有假 我二姐夫的小舅子的大舅公 就在宫妹当差 他亲耳听陛下说的 我偷偷告诉你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了 与此同时 皇宫一处庭院 长安最顶级的工匠和铁匠 也开始在高瞎人的部署下 热火朝天的忙活了起来 按照我给你们的这个模型做 丑一点 样子偏差一点没关系 但这下面的金属凹槽必须得有 只有这样才会更容易爆炸 产生的铁片更多 威力更强 有什么不懂的 本公子就在院外 随时来问 好的 大人 还有这东西 若造好了 全都重重有赏 大屁股老婆 荣华富贵 全都应有尽有 否则明日早晨 直接砍了 换一批 是 高瞎人 这是何物 此物名为守雷 其根本就在于火药 不过陛下 先别着急 这火药还需要一段时间 还要往里面加点东西 加什么 先得加鸡蛋清 将尘先前命这些方式 搞出来的尘状火药 变成颗粒状火药 再往里面加糖 这一招 他藏了许久 但现在事关小命 也没法藏桌了 鸡蛋清 可以当作一种粘合剂 加入火药里面后 可以将尘状火药 变为颗粒状火药 而颗粒状火药的最大作用 就是提高燃烧孝子 至于颗粒状火药 里面加糖 这就更简单了 一流二销三木炭 加点白糖大一万 这一句话 可不是说说而已 否则火药的威力 是比较有限的 火药这种杀气里面 混合鸡蛋清 还要加糖 这有何用 火药属于尘 告诉陛下的科技强国 所以严格来说 火药属于科学一道 糖比较甜 能让储君感受到 甜美的科学气息 老瞎人 正在你的眼里 就那么像一个好骗的昏君吗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糖里面含有碳元素 是一种可燃物 一旦周围温度提高 糖在加热融化后 能与空气中的氧气 发生化学反应 进而释放大量的气体 而这些气体 会提升火药的爆炸力 陈这样说 陛下能懂吗 不过黑糖这东西 杂质太多 为了确保火药的威力 陈还是将其 以黄泥浆脱色法 将其提纯一番 火药加上白糖 这是最稳妥的 黄泥浆脱色法 提纯黑糖 白糖又是合物 陛下可以从字面上理解 白糖就是通体 如白玉一般的糖 而所谓的黄泥浆 就是黄泥霸 将其和已经熬煮去除 大部分杂质的黑糖混合 便能脱色 黄泥浆具有 比较特殊的孔系结构 吸附性强 所以利用这一点 可以吸附 黑糖糖浆中的色素 陛下听懂了吗 听 听 听懂了 其中的原理 朕自然能听懂一番 高大人 听完你这一番话 我感觉我的脑子 要找脑子了 陛下 长安城上 荆棋必天 但城还是觉得不够壮观 主要是人少 储君一旦凑近 荆棋就会露线 那样就不足以下到储君 按照高瞎人的步骤作 城内四处开始张贴榜文 中兵 几乎是同一时间 这则征兵 另贴遍了整个长安的街道 但遗憾的是 长安的街道没有一个本性 此时的武照 眺望空荡的朱雀大街 他脑中想起了 他父皇迷流之计 留给他的一句话 君如舟 名为水 水能在舟 就在鸣心无 那就到了大前灭亡的时候 但现在的长安各大街道 却如同一片死寂 罢了 就在武照刚转身 准备离去的时候 突然 一阵巨大的喧嚣声 沸腾声 混合着骂骂咧咧声 直冲天际 奶奶的 长安乃是老子土生土养的地方 这帮储君砸碎想打进来 哪有那么容易 储君土了城 老子以后讲什么 再说了 有活阎王守城 有陛下亲自镇守 这怕个落 霸王头 你这都六十了 还能上阵杀敌吗 保家卫国 这是每一个大前人的义务和责任 再说了 陛下亲下诏令 欲要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击 老朽虽老 但尚能杀敌 保家卫国 那些储君砸碎 老子一刀一个 杀敌 杀敌 随着这道声音的响起 越来越多的热血男儿 推开了房门 来到了街道 他们嘴里也纷纷喊着 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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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武赵看着这一面 听着一道道杀敌的声音 心里掀起无尽的激盪 那是无尽的动用 记忆中 自打董事之后 他便再也没有哭过 纵然是摔倒了 膝盖磕得一片红肿 他也是咬咬牙 自己爬起来 那就更别说成年之后 他没有兄长皇帝 他注定要成为女帝 女帝又怎么能哭呢 武赵也不喜哭泣 觉得哭泣是天底下最无用的东西 但此刻 望着眼前的百姓 听着耳边一道道响起的声音 一股酸楚自心头疯狂地刺激着泪线 原来 他的身后并非一人 他并不是孤军奋战 他的身后 有上官丸 有高瞎人 有无数忠义之辈 更有这么多 百姓 谁说朕长安空虚的 朕有如此多的热血百姓 朕还有活颜望辅佐 朕这一战凭什么不能凝 随战 以朕之血 以长安满城之力 不死不休 都说多少遍了 这段刀之术 不必光用水淬火 可以先用动物的尿液淬火 动物的尿液里面 有盐 冷却速度快 断出来的刀够硬 之后再用动物的油脂 来脆第二变火 温度过高 那就用动物尿液来脆火 温度太低 那就用动物油脂来脆火 具体的温度 你们自已把握 狗尿不出来 就给他喝水 不喝就灌 马和驴子 也给我灌水 人的尿不行 这玩意有的尿酸 有的糖尿病 再敢问人的尿液 行不行 统统拉出去烟了 双液脆火法 主要是一种 对断刀热处理的办法 简单来说 能让断出来的刀 更坚硬 这在前世 有一把著名的刀 便是用了双液脆火法 它名为磨刀 只是相比来说 磨刀用了更复杂的断刀技术 诸如包钢技术 腹土烧刃等技术 这才诞生了 冷兵器时期最强的武器 磨刀 刀下人搞不出真正的磨刀 这必须需要大量的时间 否则没得谈 但搞出个磨刀处施板 还是没问题呢 贼第一个锻造出来 本官要的刀 赏三个大屁股媳妇 大人死话当真 本官以陛下的名义启示 这岂能有假 但若三日之内造不出 那就通通拉出去烟了 为了大钱 为了陛下 冲 这陛下的名声 加上大屁股媳妇的赏赐 这么有用吗 来得早到不如来得巧 朕的名声好用吗 陛下不是加封臣 乃兵部尚书 总揽长安大小事物吗 臣激励激励他们 这很合理 美人不好吗 就非得是大屁股美人 多大才算大屁股 这让镇上哪找去 陛下 这就不归臣管了 但美人和大屁股美人 这是两个概念 陛下且看 这动力是不是一下 就上来了 罢了 长安现在一切安稳 百姓群情气愤 朕来找你是想问活 要和白糖准备的如何了 陈状火药加了鸡蛋精 经过试验 已经成了颗粒状火药 加入黑糖之后 威力不错 但陈总感觉差点意思 估摸这是黑糖的杂质太多了 不好控制糖和火药的比例 但黄泥浆脱色法 最快也要两三天 方可结晶成白糖 但恐怕储君 不会给我们这么多的时间了 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 这场仗只要撑过前面的进攻 越到后面 对我们越有力 但若长安连一两天都撑不过去 那纵有这些手段 也是无用之功 这两日战按照你说的 下了终兵令 长安百姓纷纷响应 效果比想象的好 这有性经坚守到人均赶来 长安这一战 除了陈的一些手段 最大的一战就是长安百姓 百姓心有热血 长安将士奋不顾身 这一战就有很大希望 陈这里正好有一首曲子 词曲很硬 可大大鼓舞将士和百姓的士气 陛下可找乐师弹奏 或有其笑 词曲只因天上有 世间难得几回见啊 妙 妙啊 妙不可言 报 吴王和楚国大军一路及时 烧杀抢掠 一到长安三十里外 即将濒临城下 来得好快 这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三十里外 要不了多大 一会儿就到长安城下了 既如此 那就先给他们 一个小小的下马威 灭灭他们的威风 老铁们 储君长途奔袭 人困马乏 我军一意待劳 储君主将绝不会 一时之间发动进攻 你们等会给我拼命的喊 务必将我大前的气势 喊出来 储君大军压境 你还笑得出来 不知为何 尘看到储君心中 一阵热血沸腾 就好像有点迫不及待了 真是倒反天罡 I 储君兵临城下 必须修筑营地 十万大军的营地 必须临近水源 实在是长安外的 精水河太长了 否则将大量尸体 和牛羊投入水源上游 这就够储君喝一壶的 但想污染整条精河 这不太现实 并且精河外 还有渭水等其他支流 性价比太差了 不过恶心恶心他们 倒也不错 所以你还是丢了 刚丢不久 精河之水是流动的 储君也不知道 沉丢了多少 多半看见会吓一跳 能恶心恶心他们 何乐而不为 更何况 这只是尖闭青野 持顺手的事 小手段 高瞎人 有你 真好 朕心安了不少 长安的居民们 朕与你们同在 而等 奋勇杀敌 揪揪大前 共赴国难 朕在成在 镇王成王 此战不退 随着武赵这一番话 城头将士双眸 陡然一变 他们热血沸腾地 举起手中的长毛 高声呐喊道 揪揪大前 共赴国难 打钱 死战 长安 终于到了 只要踏破此城 江山就此一嘱 只要跪下称臣 就能跪出一个天下 这等好事 上哪里去找 这大前反应算快 但现在只怕 还是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长安称死 有三到四天的反应时间 就这么点的时间 求援的信 只怕都难以送到 九九大前 共赴国难 大前 万胜 大前 万胜 一时间 楚军上下都瞪大了眼睛 甚至都惊动了楚清丸 这是大前长安城头传来的声音 他们竟要死战 你不是说长安空虚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大前将士 光是这声浪 这最少六七万人齐声怒吼 不对啊 按理来说 这大前反应再快 也不可能调兵入京城 根据长安城往日的剑制 不可能超过三万守军 不可能 光是从长头的惊奇来看 这就不可能少于六万人 二公主 楚将军 本王可将我的数万大军 连带着薛将军的一万人都带来了 我没道理骗你们啊 这首城之将 好生狡猾 这里面 多半混杂了百姓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影响我军的士气 一言落下 楚国将领也纷纷反应了过来 士气这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但打仗的时候 却极为重要 一鼓作气 载而摔 三而解 哼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吃美王俩都不过是笑话罢了 传令全军 准备扎营 二公主 长安城附近实力的大前数目不是被砍 就是一把火烧了 村落都没有放过 我们只能去更远的地方 砍伐数目 修筑防御工事 大前不是傻子 得知消息提前做出准备 这很正常 尖闭青眼 常规手段罢了 还有就是 还有什么 我们在精水大河中 发现了不下十几具的尸体 还有一些死去的积压尸体 应当 也是大前干的 但具体有多少 这无从得知 什么 畜生啊 高瞎人 这绝对出自火烟旺的手笔 尖闭青眼 朝水源投入尸体 这绝对是这个不当人的畜生干的 除了他 大前那帮老将没人能干的出来 精水长达几十里 长安城外还有其他河流 想靠尸体污染水源 这绝不可能 除非以数万 数十万的百姓来填 多半是这火炎忘顾一下火 我等 想让我们从远处运水 为长安争取时间 我等只需将尸体打捞起来 将水烧开 没喝生水 若长安城只有这点本事 那只需几日就能拿下 速速起码沿着河流 上下搜索 看看有多少尸体 是 不 精水上下 只发现了十几具尸体 已经打捞起来了 哼 这火炎忘果真狡猾 长安城内又是动员百姓 回我大军士气 又是尖壁青野 水源投入尸体 足我大军扎营 看来 我们这次的对手 就应是这火炎忘了 是那高瞎人掌军 不错 这些手段 常规中带着点阴毒 不像是那帮大前老将 应当就是那高瞎人了 那儿公主 为何不挥兵攻城 我军一路奔袭 将士早已人困马伐 大前以一代劳 贸然出击 并非上策 更何况 两军对战 士气为首 第一战决定两军的士气 一旦失利 对我军士气是巨大的打击 长安百姓 不过是一群散兵游泳 战斗力不高 只要第一战杀得让他们胆寒 长安城就唾手可得 那 我们就这样修整一夜 当然不是 楚红 你即刻带几名精锐 前去长安城下 给我扯开嗓子叫骂 将这一切都推到高瞎人的 断水毒计之上 告诉那大前女帝 若想和谈 那便答应我军两个条件 第一 她身为大前女帝 必须跪接我大楚圣旨 向我楚国俯首称臣 年年纳贡 第二 必杀高下人 施可合 二公主 你真要和谈 都打到长安城下了 本公主还需要和谈 这回眼妄想恶心恶心本公主 那本公主也恶心恶心她 真以为天下就她一人会用计 长安城头有多少百姓 大前女帝自己心里清楚 若那大前女帝不答应 百官或心生不满 国君毫无损失 若答应 那她就中计了 二公主这一手离剑击 漂亮 哈哈 二公主 这件事就包在墨江身上了 我这就带几人去叫吗 陛下 楚君大迎来人了 有几奇政朝长安城前来 他们意欲何为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瞧这熊啾啾 气昂昂的样子 肯定不是来投降的 无乃大楚长水 孝位楚红 乃大楚使者 大前帝王何在 难道楚君是想和谈 真被我大前的阵势下注呢 楚君已经兵临城下 剑止长安 怎么可能和谈 陛下就在此 楚使意欲何为 楚红奉命前来 想给乾皇带几句话 横幻 我大楚和大前 历劫盟约 互不犯鞭 本可想万事太平 但大前却予欲截断 雅鲁藏不江和苍蓝江的河流 但我大楚之水 此举人神共愤 我大楚端不能接受 故此发兵大前 但我大楚乃泱泱大国 爱好和平 故人两国陷入战乱 故此 只要乾皇答应我君两个条件 便可和谈 重想太平 一言出 百官震动 徐玄机和卢文的脸上 更是有过一谋激动 储君有和谈之意 什么条件 其一 大前必须向我大楚臣服 从此成为大楚的附庸国 乾皇必须跪接圣旨 其二 提出截断雅鲁藏不江和苍蓝江的河流 断我大楚之水的罪魁祸首 必须死 必杀高瞎人 时可和 一言落下 长安城头的百官脸上 陡然闪过震惊之色 他们齐刷刷的看向高瞎人 陛下乃天子之躯 岂能下跪 但臣觉得此事可以再谈谈 若能和谈 时乃大前之性 百姓之福 陛下乃千金之躯 跪不得 臣身为宰相 可待陛下跪迎圣旨 徐香大义 徐香大义 那朕还得多谢徐香做出的牺牲了 哎呀呀 臣也是为了大前 为了长安数百万的百姓 臣已无反顾 朕大前怎有你这样贪生怕死的宰相 今日不管是谁跪 代表的都是朕 这一愧我大前上到帝王将校 下到黎明百姓的脊梁就彻底塌了 一个国家若无挺直的脊梁 这与灭国合意 更莫说高瞎人乃我大前公骨之臣 他并未赴朕 朕又如何能赴他 好很好 你们这帮王八蛋 我高瞎人记住你们了 陛下 储君是强 数十万虎狼之师 锐不可打 锋芒毕露 为了大前 为了长安数百万的百姓 臣等请陛下暂避锋芒 臣等请陛下暂避锋 我需要先避他锋芒吗 取劲来 陛下 您这一见一处 大前和大楚将再也没有转换余地 陛下 三思 牺牲一人 可换长安数百万百姓的性命 这难道不值吗 我想高大人也是愿意的 是啊 陛下 人故有一死 或忠于泰山 或轻如红毛 若真能以一人之命 换百万人性命 这乃大幸 陛下 三思啊 孬种 十足的孬种 贪生怕死而已 还一点冠冕堂皇 真是令人坐落 好 祭死一个人来换长安成数百万百姓 换满朝文武性命 大传特传 那多死几个人 倒也无所谓 真请徐香 如爱卿 还有出生之耻的每一个大义凛然的爱卿 你们的命 其儿的命 父母的命 一同去死 正想 你们也觉得很赚 诸位爱卿 如何 此话一出 那一个个大义凛然的文尘 脸色瞬间苍白一片 他们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 军永远不会做这种愚蠢的决定 以为朕怕朕就是那个被牺牲的人 大前女帝 考虑的如何了 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 并且为表诚意 不准大前臣子代为贵尖圣旨 必须前皇妻子贵尖圣旨 朱沙高吓人 否则我大军一怒 几十万大军轻松破开大前城门 大前就此在七国中除名 前皇 我大储的条件如何 一个区区校尉 也配跟朕谈条件 你们以为你们胜券在握 长安城已是你们的囊中之物吗 笑话 前皇 现在是我大居兵临城下 大前危在旦夕 你莫要自悟 朕告诉你 你错了 错得离谱 长安城里有虎豹狼旗 十万大军 大前朝堂 有忠治之士 公骨之臣 我大前传承百年 中原大帝更是屹立千年 我大前有舍生忘死之百姓 废禽忘食之朝臣 有刀枪剑剑 千年传承 关中 河北更有百万大军 是 绕过了龙关 一入南下 杀我子民 略我女子 打了长安一个措手不及 但你以为 你们这就赢了吗 你们错了 长安城内有百万百姓 有忠治之士 舍生忘死 有你们想不到的底牌 有十万不惧生死的大军 朕乃大前天子 你们使用龌龊手段 绕过了龙关 提着几把破刀 杀到了长安城下 就来侮辱大前的帝王 这是朕的耻辱 一是整个大前的耻辱 两国交战 不斩来时 杰皇 别 我这是要死了吗 这怎么可能 我就这么死了 我的爱妻以后怎么办 将军 你放心去吧 辱这爱妻 我帮你养之 我定会带他师弱起初 老王 别 你胆敢 将军 你放心去吧 回去告诉储君主将 朕的大前土地丢是列祖列宗用血汗打下来的 是中古埋他山 无数仙利用命换来的 朕没资格 也绝不会让 朕大前 自朕开始 终其一招 不和亲 不称臣 不纳贡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射计 高瞎人是朕的人 是大前的功臣 朕绝不会杀 让他来打 尽管来攻 朕会叫他知道什么叫做大前体积 告诉他朱杀吾王 即刻退兵 可免灭国 朱杀吾王 即刻退兵 可免灭国 揪揪大前 共赴国难 朱杀吾王 即刻退兵 可免灭国 揪揪大前 共赴国难 陛下 你刚才的模样 颇为吸引人 臣恐怕 怎么 还敢动 陛下倒也可以这样认为 哎 我现在可能缠的不只是身子和权势了 朕可不是娇滴滴的女子 贪生怕死的女皇 如果朕能做的已是极限 剩下就靠你了 陛下放心 他们包死的 大前女皇心里清楚长安守军的水分 这两个条件一出 恐怕大前内部能炒翻天 若真的杀了高下人 这对我们来说 倒也不妨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二公主这离间计 真是令本王惊叹 大厨有二公主 你应大兴 此计 一能离间大前君臣关系 二能让大前陷入内乱 三能确定大前虚实 若大前想方设法和谈 甚至不惜杀高下人寻求和谈 那就代表长安空虚 多是百姓壮大声势 我均可一举功下 二公主此计圣妙 此计元圣 那大前活元晚 不 二公主 大事不好 楚红人呢 楚校尉 她 她被那大前女弟一箭射伤 尸体正在银杖外 什么 那大前女弟怎么敢的 二公主 大前女弟还要我们给二公主带句话 否则我们的小命只怕一枚了 什么话 大前女弟书场安城内有十万大军 百万百姓 进阶死战 她说大前土地都是大前先利用命换来的 她没资格 也决不会让 大前不和亲 不称臣 不纳贡 天罪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她说 让我君诛杀无网 即刻退兵 可免密国 这大前女弟 胆敢如此猖狂 弃杀老夫 不过是痴妹亡了 以力破之即可 既然大前找死 那本公主便送他们一城 传令三军 明日卯时 天色破晓 全军进攻 踏破长安城 国捉那大前女弟 属下遵命 二公主 还有仪式 什么事情 楚校尉 她 她让属下代为照顾她的爱气 说让我必须待她 是若己出 不然她在九泉之下 会死不明目 既如此 那你就好生照料吧 若我发现你胆敢虐待她 你会死得很惨 是 属下定会好生照料 楚校尉为爱气 吊藤甲兵入攻城先锋 明日 本公主要打大前 一个措手不及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无敌藤甲兵 身穿藤甲 刀剑难以破甲 一旦让他们攻上长安城 对那些混杂了百姓 守城的大前守军来说 将是一场灾难 大楚藤甲兵的藤甲 由楚国藤条和熟童游制成 在经过大楚的特殊工艺处理 制成之后 寻常刀剑难以破甲 防护力极强 尤其是进展 更是恐怖 我大楚的王牌之君 该将你们的威名 彻底传遍七国了 明日你们就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按照计划进军 本公主坐镇东门为主攻 而等徽兵朝长安西门 北门南门攻打 战前动员士气 大楚的将士们 大前欺人太甚 要结苍蓝江之水 引入黄河 断我大楚之水 要令我大楚千万百姓 饱受干涸之苦 颗粒无收 为了大楚 为了荣耀 用尽你们的力气 随我冲杀 战鼓起 应战 天子就在此 与我等同在 揪揪大前 共复国难 攻剑手准备 放 腾甲兵虽对箭矢的防护弱一点 但悬长箭矢 可是难以刺穿我楚国腾甲兵的 大楚先锋军不对 他们混入了腾甲兵 腾甲兵 很难缠吗 腾甲乃楚国当地的腾条和铜油制成 又经过特殊工艺处理 不仅隐蔽信吉强 踩刀剑难入 刀剑难入 大楚居然还有腾甲兵 那真是巧了 陛下吃烧烤了 什么烧烤 臣恰好也懂一些烧烤之术 投石机调整角度 五十丈给我砸 一个个小型投石机 装满一坛坛蒸馏出来的烈酒 将其投了出去 大面积的楚国大军 简直一砸一个准 一时间 楚军先锋都被砸猛了 当酒坛破碎 一股浓郁的酒香传来 弥漫整个战场 燃烧剑准备满弓 放 刹那间 几千只带着火焰的箭矢在破晓的清晨 铺满了整片天空 密密麻麻 遮天蔽玉 就犹如一张巨网 朝着他们笼罩来 楚军先锋军最前方 一名身穿藤甲的老兵抬起风 看着这一名老兵名为刘三姬 十六岁为大楚征战 出生入死 每战必为万人之先 无谓冲杀 自参军至此已历经三十年 是一名十足的老兵 当腾甲冰选拔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竞选了腾甲冰 楚清兰称他为大楚惊热 楚天风也夸赞他勇猛无双 但当这火箭永召的这一名 他慌了 他想要阻地 可如此多的箭矢如何躲避 他的身旁 也是一名藤甲精兵 二十多岁的年龄 肌肉隆起 利益大如牛 人送外号蛮牛 一只箭矢很不幸地刺穿了他的大肩 一股钻心藤空鞋 但他却顾顾得这笔藤空 因为更残酷的事情发生了 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蛮牛拼命想要解开身上的藤甲 但藤甲好穿却不好脱 蛮牛成了烤牛 但更加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匿密麻麻的蜘蛛 在酒坛碎裂的那一瞬间 身上沾染了不少酒精 在数千只火箭的笼罩下 一些普通的蜘蛛将士也燃起了火焰 救救我啊 滚开滚开啊 疼 好疼啊 救救我啊 老王 救救我啊 你别过来 不然我同思逆 我这就去饼膏公主让他来救你 你若是现在死了 乳之爱奇我也可以养之 若乳没有爱奇 姐姐妹妹我也可以养之 老王 你哥出声啊 你不得好色 你放心去吧 我还是那句话 乳之爱奇我养之 若乳没有爱奇 姐姐妹妹我亦可养之 熊熊火焰 骤然而起 燃烧着一切 尤其是藤甲冰 往日最强的防护 在现在 却成了要他们命的东西 现在遍地都成了熟人 我弟藤甲冰 那坛中装的是什么 我闻到了一股酒香 难道是美酒 可为何会烧得如此厉害 报 启禀二公主 长安南门 北门 新门各路大军皆遭受火攻 攻势受阻 还借二公主速速决断 这坛中的酒绝对不正常 这下麻烦了 大前指挥之人是谁 如此火攻 他难道不怕遭天谴吗 一点守成规矩都不讲 还能是谁 唯有那大前火炎王 这个速度 一定是早有准备 换而言之 从一开始 他就准备了这条毒剂 那酒肯定也处理过 酒家火箭 他从最开始就想着火攻 我弟藤甲兵 算是尚赶着给他烧了 阵形乱了 二公主还要继续攻打吗 长安空虚 攻城的第一战 岂能轻易撤军 全军压尽 本公主就不信这国炎王 真不怕天谴 给我杀 后退者 斩 既然后退者斩 那我不往后退 也不往前走 我就站在这一动不动 等战争结束 我再回入人群 给我杀 后退者 斩 冲啊 拿下长安 火珠女帝 上啊 长安城头 武赵和上官网 看着这震撼的一幕 他们的头皮一阵发麻 熊熊火焰 犹如火蛇一般席卷 蔓延整个战场 尤其是藤甲兵 他们都成了熟人 犹豫火责燃 这藤甲兵一旦被剑使命中 藤甲摘不下来 必死无疑 此即出自他的手柄 但作风不像 此等火攻 恐怕要遭反噬 毒是谋己 但说到底这些毒剂 他只是提出来 用不用识他的事 这次他甚至都没有问过我 犯下如此多杀虐 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给我砸 燃烧箭 准备 放 不好 快跑 火 那个火又来了 疼 太疼了 大前世魔鬼 不折不扣的魔鬼 快跑 火烧屁屁了 一些储君将士彻底的胆盘 他们止不住的生出恐惧 想要后撤 而这时 储君一直杀在最前方的将士 也到了 他们迅速搭好云梯 将其扶稳 后面的将士便迅速向上攀爬 开始攻城 落幕 巨石 九弹 给我狠狠地砸 随着高下人的命令 城头上的大前将士和百姓 纷纷将早就准备好的落幕 和巨石 朝云梯狠狠狠地砸下 一个个储君将士 从云梯坠落 身子重重地砸在地上 甚至一些倒霉的 直接被砸得稀巴烂 但为时已晚 一个个点燃的火把 从长安城头落下 触及到酒精的瞬间 骤然燃烧起来 火蛇肆虐 热浪袭来 就连扶着云梯的 储君将士也满脸惊 纷纷后撤 死亡声 凄厉的惨叫声 响彻这片天际 二公主 先撤吧 这火焰对军心的打击太大了 择机再攻吧 滕甲军死伤惨重 怕是再打下去都要烧没了 这严重影响我军士气 鸣接收兵 休整过后 继续再攻 守 守住了 老虾人 长安这一战 你干得漂亮 这一战能如此轻松 多亏了这些烈酒 臣送给陛下的这场烧烤如何 朕觉得挺好看的 以后可以多来几遍 这怕是要让陛下失望了 刚刚这一战 已经用了四分之一的存货 酒精怕是不够了 这么多 长安城头百姓不少 他们需要一场场的战斗完成蜕变 这第一战 臣自要给他们信心 正所谓此消彼长 火军强则储君弱 不管是箭矢还是酒精 都用了不少 再加上这一战 打了储君一个措手不及 这才有如此效果 下一战 储君有所防备后 只怕消耗更大 本身时间急 煤酒少 光靠这点库存 这可不太够用 长安各大酒房 并有私货 还有各大石家 珍藏的煤酒也有不少 正即刻派人去抢 陛下 您这话就不对了 普天之下 莫非王府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大前之内 只要有的 那皆是陛下的东西 那自己的东西 这又怎么能算抢呢 称死算戒 哪怕陛下 想戒他们的脑袋 都可以 这话好有道理 那正即刻派人 去找他们借一借 这件事没得谈 这仗给老夫爽的 简直浑身通透 尤其是那大储藤甲兵 被烧烤的时候 老夫更是身心愉悦 小子 藤甲兵可不同于 一般的兵种 火攻藤甲兵 你难道就不怕 有朝一日遭到反噬 这有何好怕 虽杀了一些藤甲兵 火攻的手段 有些残忍 但若不杀 让他们上了城头 倒霉的就是我们 更何况长安能守住 就等同于救了 几十万的大前百姓 这天大的功德 还抵不过这些杀孽 若真有什么报应 我高瞎人 一力承担 哈哈 高家小子 纠冲你这句话 此战一了 必须得来老夫府上 带上你搞出的美酒 当饮三大桶 还得是你捋老匹肤 脸皮够厚 连吃蛋拿的 老国公 你这话说的 我捋正其实这种人 要说反事 藤甲兵倒不算什么 但接下来这一招 怕是有点毒辣 火烧腾甲兵 这还不算毒辣 那接下来的手段是什么 你为大前守城 为朕守城 这万般因果 岂能由你一人受之 你只管出毒计 朕来应允 以朕名义行事 若有反事 朕来受之 陛下 这东西 跟火公腾甲兵不太一样 传出去 恐怕名声不太好听 您不妨先看两眼 不对劲 我还记得那日 为了稳定百官 隔瞎人还刻意说过 铁匠和工匠对应的断刀之数 手雷 方式对应的是火药 煤酒对应的是蒸柳 酒精之数 那就只剩下一个了 长安茅坑内的粪便 不会真是这个吧 将其抬上来 给陛下和各备将军瞧一瞧 很快 陈胜和赵大将一桶粪水抬了上来 粪水味道 味道先到 几乎是一瞬间 一股恶臭袭来 擦 随特门拉在城头上了 宣死老夫了 这就是你比火烧腾甲兵 还要容易反噬的东西 朝堂上所说的粪便 有辱斯文 兼职有辱斯文 陛下真是料事如神 臣所说的毒辣之计 正是粪水 这东西可是击溃储君的一大杀器 反是能十倍 百倍于火攻 他乃是神不知鬼不觉 阴毒至极的手段 反是十倍 甚至百倍于火攻 就遮粪水 小子 你快别卖关子 速速说来 这粪水如何杀底 莫不是兵器战士 犹如魔神在世 此时的高瞎人看向粪水 就如同看爵士珍宝一样 吕老将军 你多年从军 见多识广 可曾想过一些伤员 明明伤口并不致命 但却为何伤口溃烂 甚至最后丢了性命 战场之上 除了被一件射中致命位置的倒霉弹 大部分的伤势并不致命 单一些腿伤 却能溃烂 甚至危及生命 只能将其归根于天意 不过你小子所说是何意 陈当年读的一本医书 将其称为细菌感染 细菌 知识何物 所谓细菌感染 简单来说 就是伤口被一些致死菌 侵入血液 蔓延全身 导致伤口发红 溃烂 直至死亡 但这些致死菌 我们的眼睛看不到 却又真实存在 越是脏乱 就越容易有细菌 粪水作为肮脏之物 里面有诸多细菌 包括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致鹤氏菌 艳阳菌等 十几种细菌 诸多细菌都能致命 寻常武器 难以破甲 纵是破甲 只要不是心脏 脑袋等 致命未至 也难以致命 但若将武器 占上粪水 这可就不一样了 各种致命细菌 将通过伤口 进入体内 使其红肿 溃烂 直至死亡 这不说百分百死 最起码也能加大 伤兵四成的死亡率 百官此时 则一阵头皮发麻地 看向高瞎人 战场上 伤兵多增加四成的死亡率 这已经十分恐怖了 他们则将目光 看向粪水 满脸复杂 这等污秽之物 竟有如此威力 陈帝在制作毒药上面的天赋 陛下应当知晓 陈为了以防万一 这几日 也是令他大肆加产 陈不光要用粪水 还要在粪水中 加上大量蟹药 蒙汗药 春药 毒药 再加上这粪水里 自带的细菌 绝对够储君喝一壶 剑矢和大刀 占了粪水 也不能浪费 还可大火烧开 将其煮沸 储君若用云梯攻城 那就从上往下浇下去 保证让储君爽歪歪 长安城投 随着高下人的话音落下 瞬间就陷入了一阵寂静之中 百官齐齐瞪大眼睛 倒抽一口凉气 夺损啊 将大前的兵器 占粪水也就算了 还要往粪水里面 加上大量血药 猛汗药 春药 毒药 按照细菌一说 再加这些毒素 纵然是微量进入了伤口 那恐怕也够储君喝一壶 论歹毒 还得是你小子啊 这一波 只要击退储君的进攻 逼让其失其大死 吕爷爷 瞧您这话说的 这哪是歹毒 分明是为了我大前 担惊截律 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前 大前必胜 我曾以为 粪水已是天象无敌 没想到 还有比他更勇猛的 金主费的粪水 如果这一条交下去 则子则 无过这些毒计 当下对大前都是救国之术 这法则 虽有些不人道 但却不实为一条绝妙的退敌之计 当下之计 对待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不过朕倒是没想到 他竟还善医学之道 几百家之所长 真是一个让人充满好奇的人 哎呀 陈治病救人 不擅长 但谋财害命 这种手段 倒是略懂一点点 不值一提 不过 陛下 储君一路南下 力求速战速决 刚刚在酒精和藤假兵上 吃了大亏 这才不甘退兵 但他们必定贼心不死 今日只怕不会善罢甘休 当下该是好好准备准备了 嗯 你且大胆去做吧 这一切杀孽 朕和你一起来背 你们二人 将所有准备好的粪水 搬上盛头 箭矢和兵刃 必须全部浸泡 再来几口大锅 大火烧开 将其煮到沸腾 嗯 拿一根搅屎棍 将其好好搅拌搅拌 这可都是好东西 粪水 前世也被称之为精知 是一种比较常见和狠毒的守成手段 煮沸之后 杀敌更恐怖 从心理和肉体上双重打击 哼 长安九门 全都按赵高大人的法子做 剑矢和刀刃 全部浸泡 栽大火烧开 我定国公府 长子字不必多说 声名在外 为名远扬 刺字也不简单 虽不善毒计 但却在毒药一道 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 看来我定国公府日后指定大兴了 没道理啊 高瞎人和高长文 这都是我高峰的种 长子善毒计 学子本一道 几百家之所长 次子善毒药 精通各大毒药 那我呢 我高峰身为两人之父 难道真就一生平庸 还是说我也有尚未开发的天赋 只是我还并未察觉到 二公主 这次我们损失惨重 战死数千人 受伤兄弟更是超三千多人 其中 藤甲兵的损伤最大 一旦沾上火焰 无意生还 全都烧焦了 这个该死的高瞎人 他太狠了 我的藤甲兵啊 两个时辰后 继续攻城 长安毫无防备 这酒坛能有多少 哪怕是用人命田 也得拿下长安城 拿不下长安城 你我皆是大楚罪人 不死不休 拿下长安城 将那高瞎人火果 食其肉 饮其血 生擒大前女帝 撞我大楚神威 传令全军 若能攻下长安城 本公主允许七日不封道 长安上下 除了大前女帝 尽可屠戮 只要踏破长安城门 无人不可杀 无人不可抢 我就不信他活阎王 还有更狠的手段 是 我这就去传二公主军令 二公主 这个军令一出 你将成为众矢之地 甚至成为你一辈子的污点 受天下人唾弃 您确定吗 要想挥下拼死杀敌 只能这么做 只要大楚能赢 一切就是值得的 只要楚国大兴 成就天下罢业 本公主纵杀百万人 又有何不可 好 大楚有二公主 真乃大兴 传二公主令 两个时辰后 全军进攻 拿下长安城 七日不封道 尔登可思议烧杀抢掠 女人 金银财宝 都在朝你们挥手 只要踏破长安城门 竟然要屠城 二公主 您要屠了长安城 这若是屠完了 本王怎么办 哼 王爷这是让本公主 给你一个交代 本王不是那个意思 哼 那高瞎人毒计多断 火攻之术娴熟 我藤甲兵死伤惨重 长安城没有那么容易攻下 若是不能以最快速度 拿下长安城 但几乎只怕 比涂了长安城 还要恶劣十倍 百倍 这个该死的高瞎人 本王必要杀了他 二公主 长安城头 弥漫着一股臭味 不知在搞什么鬼 那臭味越来越浓郁了 嗯 臭味 什么臭味 这股味道隔得太远 说不上来 但就像是分水的臭味 极为上头 嗯 走出去看看 好臭 谁特么拉裤兜子里了 不对 这位像是从大田 城头飘散过来的 嗯 这伙阎王又在搞什么鬼 快看 储君大举来功了 终于来了 本公子等的都差点被熏吐了 奸火宫 奸给他们来点下马威 杀杀威风 还想顾忌重施 上次给你烧爽了 但这次可没有 同甲兵给你烧了 现在就该让大储 见识见识分水之威了 五十丈 满功 分水之剑 放 哈哈 不是燃烧奸 区区奸死而已 我等身上呆着皮架 奸死的穿透力一般 只要不射中心脏等要害 我等就死不了 冲啊 就这传透力 就想要我命 痴心妄想 这是分水 这竟然是分水 这大前神经病啊 见上面吐分水 兄弟们冲啊 杀了这帮恶心的畜生 竟然见上面吐分水 哈哈哈哈 天不生我里震 守成万古如长夜 凤来 哈老 官都张嘴 吃饭了 好烫 我的舌头 我的脸 好像起泡了 好像要飞了 几乎是瞬间 烧开的粪水 触碰到肌肤的瞬间 肉眼可见的起了一个大炮 不光是这一名储君将士 几乎是所有攀排人梯 想要登上城楼的储君将士 全都遭死一劫 长安城头 煮飞的粪水 犹如大河之水 天上来 朝着下方的储君泼散 往这儿去 那等画面 简直震撼 好烫 这是滚烫的粪水 兄弟们 给我泼 烫死这帮龟孙 让这帮龟孙 付出去的代价 大将军 粪水没了 粪水没了 那就给他们上点干货 高大人说了 原味粪水也有 极大的杀伤力 哈哈 大前这帮龟孙 粪水又没了 兄弟们 速速杀上去 哈喽 兄弟 看这里 可曾听门一招 从天而降的退敌之法 此时只见这位将士 直接被砸了一脸 很幸运的是 他这是原味 并未加热的汤汁 但很不幸的是 因为他的嘴巴微张 一些从天降的干货 直接顺着他的嘴 进入喉管 畜 畜生啊 大前真是畜生了 太恶心了 老子被糊了一脸 我更惨啊 我刚刚脏开嘴 这玩意直接顺着我的嘴 进入了喉管 而且谁特能的 还吃的金针菇 还特么很有嚼劲 我服了 一时间储君 一片哀嚎 滚烫的粪水 自不用多说 那等威力绝对是恐怖的 但原味粪水 效果也不差 从上往下坡下 很容易坡储君一走 或者进入眼睛 这在云梯上 都是致命的 传令全军 先撤退吧 朕从未想过 粪水也能杀敌 相比主废粪水 造成的杀伤力 接下来的细菌感染 才是最致命的 今夜的储君 只怕不太好过 不过陛下 趁此机会 该动员长安百姓了 你放心 如此大圣 阵子要传遍整个长安 急发士气 陛下误解 臣的意思是 除了用此大圣 激发长安百姓的士气 还要动员长安百姓 掏粪坑 咱们粪水不够了 陛下最好 下一道旨意 鼓励百姓掏粪坑 旨意的内容臣 都想好了 只要人人多掏一点份 长安将变得更加美好